白衣女子当街撒泼打人 被民警赶来制止后嚎啕大哭 声称自己是冤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事发现场的进步 白衣女一边扇男孩耳光 一边要求男孩给他赔礼道歉 男孩不从 白衣女不依不饶地将男孩的衣服撕下了一块 白衣女仍觉得不够解气 接着又踢了男孩一脚 男孩被踢后也一直忍着没还手 只是一边防御一边跟白衣女对质 白衣女慢慢地越来越嚣张 手指几乎戳到了男孩的面门 就这样一直将男孩逼到了角落 这时白衣女发现男孩在拍视频 抢夺手机不成后 顺手抓了男孩一把 这时围观的人害怕男孩忍不住还手 旁边就有男生一直提醒男孩不要还手 男孩只好挡着脸躲闪白衣女 不料白衣女依旧不依不饶 嚷嚷着让男孩给他赔礼道歉 眼见男孩没有遵从他的意愿 白衣女突然拽住男孩的衣袖 用力一扯 男孩的衣服当场被撕成了两片 那么男孩跟白衣女互不相识 两人也无怨无仇 他为何要对一直忍让他的男孩大打出手呢 这是现场的知情人开口了 原来男孩对白衣女连续撞人的行为不满 在为被撞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后 引起了白衣女的强烈不满 于是便有了他不依不饶追打男孩的一幕 面对这种蛮不讲理又爱撒泼的女人 男孩也是拿他无可奈何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民警也不会任由白衣女撒泼胡闹 他也必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有点儿子